有一款造造神器 承载了我们整整三代工程师的梦想 它的前身售价曾高达四吨黄金 它打破了多项国外技术垄断 还被我国列入禁止出口名单 它就是天空号 著名的地图编辑器 大家好,我是熊猫 一位拥有好奇,拥有年轻的硬核科普作者 因为好奇,年轻 所以愿意为你们花费无数天的时间 做最硬核的科普 这期视频是西瓜Play总决赛视频 能闯进总决赛 离不开各位的鼎力支持 感谢你们让科技领域也能走向先台 所以请允许门猫最后再为科技科普 求几天的助力 在西瓜视频APP 您每天的点赞加评论加弹幕 都可以让科普不再孤单 让科技不再受冷落 要是还能在西瓜上加入粉丝团 还可以有三倍的积分哦 拜谢拜谢 10月2号 美国稀土开发和采矿业 进入紧急状态 两条消息上热搜 说起稀土 我们国家应该最有发言权 毕竟我们是全球最大的 西土出口国和进口国 它曾经也是被技术封锁 后来才慢慢发展起来 而今天要讲的 天坤号自航脚西式挖泥船 也是我们突破 技术封锁的代表作 它的成就不亚于西土 天坤号全长140米 形宽27.8米 装备了亚洲最强大的挖掘系统 国际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 以及世界上最大功率 最远距离的输送系统 它是名副其实的 海上造岛神器 让你知道吗 这样一款大国重器的诞生 背后却是整整三代工程师的辛酸 无数技术人员的努力 才让它完成从被封锁 到禁止出口的华丽转变 可以说 天坤号承载的是我们海洋强国 乃至科技复兴梦 今天雪猫就将 巴尼船的技术原理 以及背后的辛酸故事 如何进我们船舶复兴进城 希望大家喜欢这样 有态度的科普 对了 如果您看得开心了 麻烦在西瓜视频上 三连支持 科技科普 期待您的关注 明朝永乐三年始 轰轰烈烈的任何下西洋 向世界宣告了 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是何等先进 也向世界展示了 东方巨轮的存在 然而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 让我们的船舶业直不不前 大炮轻易的哄开了国门 一段痛苦的历史 占人难以言表 就这样 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 20世纪50年代左右 全国百费代金 各行各业继续发展 在港口和河岛建设上 更是如此 连首都中南海都出现了 淤泥地基的现象 因为这里 已经有50多年未曾清理 急需改善环境 而改善环境 就免不了会用到 我们今天的主角 瓦尼船 可是当时 整个中国没有一艘 能在内陆湖泊施工的 组合式瓦尼船 于是 天津航道局的黎玉录 临危受命 建造了中国第一艘 组合式电动脚溪瓦尼船 大家知道是怎么建造的吗 用的是别人废弃 遗留下来废船改造的 1955年 当时的船舶也没有制造技术 没有图纸 更没有配套设备 可以说一无所有 最终 理工通过查业资料 找到一艘日本产的 飞机瓦尼船 将其改造 重新设计船体 最后 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艘 中型组合式电力脚溪瓦尼船 由于这艘瓦尼船 第一次在北京使用 所以被命名为北京号 什么是脚溪瓦尼船呢 瓦尼船根据功能可以分为 把溪式 脚溪式 和抖轮式等几种 北京号和天空号 都是脚溪式挖泥船 他们是利用 吸水管前端的 脚刀装置 通过旋转 将河底泥沙 进行切割 搅动 然后借助吸泵 将泥沙 运送到堆地场 简单讲 有了挖泥船 就可以将挖泥 运泥 泄泥等工作过程 一次性连续完成 非常高效 早期的挖泥船 性能非常差劲 还不具备天海功能 几乎都用于输菌工程 北京号也不例外 性能虽然不好 但是代表着 我们第一代工程师 对技术的探索精神 这种精神 是从无到位的转变 是任何问题 都要想方设法解决的任性 这种精神 一直持续至今 然而这艘毕竟不是 我国自主设计 和建造的船只 远远满足不了 全国河道 和港口建设的需要 由于港口建设速度 越来越快 需求也随着暴增 没有自主建造能力 就只能进口 各种各样的船舶 用以工程建设 1985年前 中交天航局 利用贷款和国家拨款 购置各类船舶 56艘 花费约2亿美元 然而 你以为愿意花钱就行了 当然不是了 最先进的大型挖泥船 不仅是重资产品 更是战略设备 是绝对不会外售的 科技是有国界的 你以为愿意花钱 就能买得到吗 错了 你花钱还要排队 最关键的是 还只能买别人淘汰的产品 1966年 向荷兰引进的 金航郡102轮 费用就折合约4等环金 而且买的还是过时的技术 因此 很多网友心动的称之为 黄金打造的船 用来挖泥 是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 它值得吗 还是那句话 技术决定一切 可以决定售价 也可以决定是否被卡脖子 在当时 国外厂商对中国进行了技术封锁 所有参数严格保密 价格昂贵 售后服务缓慢 工期被迫延迟等等 就不一一表述了 这些都是老问题了 最痛苦的是 如果某些关键零部件出现问题 只能通过购买整船来进行替换 技术决定一切的理念 正是在这个时候 刻在了第一代船舶人的心里 技术必须突破 也是第一代船舶人 传给下一代的理念 不断的引进再吸收 对我们来说 引进的不仅仅是船只 它还代表着我们的技术积累 通过技术积累 终于我们能自己建造自己的梦想了 2003年 还是天津航道局 准备启动大型脚溪船的建造工作 起初为了节省时间 想通过引进国外生产线的方式 但最终因为国外公司 漫天要价 只能做罢 既然外国人不干 我们就自己干 不信我们会比他们做的差 这是当时苏骏传博业 所有工程师的心声 2002年起 上海交通大学在中郊 中铁建港航局和政府的支持下 开始了技术和设备开发 仅仅过了两年 我们就自主设计和建造了 大型脚溪挖衣船 航脚2001 2006年 上海交通大学和天津航道局联合开发 再次成功研制了 大型脚溪挖泥船 天师号 它采用潜水道桩钢装技术 打破国外诸多技术熔断 什么是潜水道桩啊 这技术比较复杂 有兴趣的可以客户问我 简单理解就是 利用定位桩内的液压道桩装置 实现支撑作用 使船舶道桩不再受潮水限制 拓宽了挖泥船的使用范围 天师号的成功研制 给我们带来了革命性成果 标志着我国挖泥船制造技术 从无到尾的转变 技术的进步又带动了 我国工程船博业的快速发展 以天师船为基础 中交天航局迈开了 大规模建造脚溪船的步伐 天牛系列 滨海系列 新215系列等一大批国之重器 相继建成投产 我们的港口事业 也如我如荼的进行着 临海工业区建设 临海城市发展 取杀 采矿 水利 防洪清淤 以及环境保护等等 都迎来了最好的发展 我们挖泥船的核心技术 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成熟 所谓后机勃发 在这一刻 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有了技术 就有了谈判的资本 终于 天津航道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 德国公司开始研制 我国第一艘大型自航 脚溪式挖泥船 天津号 大家看到这儿 肯定有点懵了 天师号不也是大型脚溪船吗 实际上这两者 是有很大区别的 比如自航系统 自航的意思 是自己带有航行能力 有些挖泥船本身没有航行能力 它每换一处工作位置 都需要靠拖船带动 这样非常麻烦 其中天资号系列的天师号 和天灵号等 就是非自航脚溪挖泥船 而天津号和天空号 就是搭配了自航系统 想到哪里施工 就是向哪里施工 当然啊 区别不仅仅如此 它船身总长127.5米 形框22米 吃水6米 总装机功率为 2020千瓦 最大挖身高达30米 是国内乃至亚洲装机功率最大 挖掘效率和运输能力 最强的挖泥船 各项性能均达到了世界前列 打破了多项国外垄断技术 可以说 在此时 我国机舰才具备了 从灵感转向海洋的基础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转变很简单啊 深海中的环境 比内核和灵感要复杂得多 最明显的就是 岩石更加坚硬 环境更加复杂 要想在海洋中入作业 比如啊 具备出色的挖掘能力 和抗干绕能力 天津号配备有 各种功能的搅到头 巨大坚硬的分化岩 可以轻松搅烂 它的挖掘效率 每小时达到了 4500立方米的速度 这是什么概念呢 一小时的挖掘量 相当于足球场那么大 更重要的是啊 天津号具备了 吹沙停海的功能 也就是我们说的造岛 它在运输系统中 装配了三台高效泥泵 可以将沙石等混合物 排放到6000米万 是中国吹沙停海的利器 它不到20个月 就在某海域吹天造岛 近14平方公里 被网友称作地图编辑器 至于在海上造岛 有多么重要 大家把目光往南边看 知道的各位 请在弹幕上打出来 如果还有人和你说 挖泥船就是挖个沙 请把我挖沙我骄傲 这几个字送给它 可以说啊 天津号是我们走向 海洋强国的开端 是我们第二代 船舶工程师努力的结果 而此时离我们第一艘 较西挖泥船 已经真正过去50年 然而能建造 就是突破封锁了吗 当然不是 我们还有更远大的梦想 在天津号技术上 我们还要挑战一个 地域级难度的挖泥船 那就是自主研发 自主设计 自主制造 完全属于自己知识产权的 重型挖泥船 于是我们上面说的 天津号项目 在2010年上马了 这个项目有多难呢 在行业内 有人甚至称为 不亚于建造一艘航母的难度 起初包括国人在内的 船舶工程师都不看好 因为他有太多的技术 需要功课 焊点标准 脚刀电机 柴油机尺寸等等 实际难点需要解决 桥架双耳轴设计 油杆可清道设计 等科技双新点需要试验 钢装台车系统 水泵系统 船体控制系统等等 核心难点需要测试 可以说 从材料 设备到系统 每一项都困扰着我们 最终一个项目被分成 11个子客题 有5家餐研单位 参与研发技术人员 多达150多人 这就是我们第三代传播人 对于科技的探索 终于 在2017年11月 这艘历史五年研发 两年制造的天空号 瓦尼船正式下水 它船身长达140米 宽27.8米 最大挖身35米 总装机功率 25843千瓦 设计每小时挖泥 6000立方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 自航角西挖泥船之一 它的国长化率达到了71% 配备了我国自主设计制造 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油钢式柔性钢装台车系统 还创新性 搭配了三缆定位系统 使得天空号 可以抵挡九级台风的恶劣天气 可以说 天空号性能全面超越天津号 难获诸多亚洲 乃是世界领先的称号 自此 我国挖泥船技术 更有了底气 2017年 我国对大型挖泥船 实施出口管制 其中 天空号挖泥船 就属于禁止出口的型号 从被封锁 到禁止出口的转变 我们在挖泥船技术的功课上 花费了整整三代船舶人 几十年的努力 说实话 视频做到这里 本猫反而不想多夸天空号 更想给大家传达的是 天空号背后的科技精神 我们每一项科研成功的背后 都是无数科研人员在默默奉献 我们有些网友 总是喜欢在我们突破卡脖子的科技时 在底下来一句 这个技术不难 是的 对于这些人来说 凡是中国突破的都不是靠科技 只要中国不是第一 那么就是技术不行 但是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种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否定了极代人的劳动成果 如果不是这些人的努力 我们以后和谈世界领先 2020年 美国将中交界和中船舶等公司列入黑名单 也证明了我国船舶业的发展 已经强大到了需要压制的地步了 而这些都是历代船舶人不懈的努力 我特地收集了一部分给大家看看 来 请把谢谢送给他们 然后我们回头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头去强调 挖迪船是三代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 就是要给大家传达一种精神 一种我们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 用伟人的一句话说 封锁吧 封锁了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这句话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的 而天空号 世界综合性能排名第三 是我们技术不够吗 不 不仅仅如此 更多的是市场问题 实际上我们天津号就可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 而天空号的目标更加远大 那就是国际市场 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市场拳脚 就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而天空号从诞生之初就被寄予厚望 研制成功后更是承载了伟大的使命 2010年后我国的输讯行业一直保持快速发展 时至今日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造输讯船最多的国家 并且出口到印度 伊拉克 伊朗等一带路倡议沿线国家 是的 又是一带路倡议 这个承载着中国无数梦想的倡议 正在成为我们高科技最大的舞台 实际上天空号 只是书军也得个细分 如果我们放眼全部传播工程 你会发现 我们的成就更大 2018年 全球首艘227米深海采矿船 鹦鹉罗新纪元成功出屋 2019年4月2号 全球最大飞自航 脚膝书军装备 新海序正式启航 2020年9月 我国建造的世界首艘 23000TEU 双燃料动力超大型集装箱船 等等等等 其中 鹦鹉罗新纪元是深海发掘西特的神器 全球仅此一搜 它的出现 意味着我国深海资源的开发水平 走在了世界最前列 当然 它也是非卖品 我想它的出现 应该没有网友 再说没有技术难度吧 说到这边 顺便问一下 你们想看我单独做一期采矿船的视频吗 希望我做的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打上吹根 数量足够多的话 我会加根做出来都 总之 神类发展至今 陆地的资源差不多已经分配完成 而未来的发展 一定是在深蓝的远洋 以及浩瀚的天空 我们的挖泥船 深海挖矿船 破冰船等等 都将是我们的先驱 换句话说 我们已经在海洋船舶工程上 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2012年中共18大报告军民就指出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以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 一个都跑不了 或许未来有一天 那只七次下西洋的大明水师的辉煌 会不会重现 我们的海上强国梦 会不会实现 雪猫充满了期待 你们呢 在弹幕上扣勃勒勒 让大家看看 除此之外 我们再想想看 我们的船舶业能如此 我们的太空技术可不可以如此 我们的5G通信技术 可不可以同样如此 当然可以 乃至我们最期待的芯片和大飞机 也一样如此 市场在我们这边 信心也在我们这边 除了我们自己 还有谁能阻挡我们科技发展的决心 只要我们保持信心 一步一个脚印 那一天正会到来 当然 我们能做的 就是相信我们的科学家 熊猫能做的 就是做好科普 然后期待你们每天的点赞 评论 弹幕 记得 是在西瓜APP上 才算分数哦 用你们最大的热情 把熊猫和科技科普 送上版单吧 好了 我是熊猫 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 期待你的三连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你会用有条件兴趣的 评论